今天在A股上市的很多半導體股 都變得很好 但香港這邊其實除了上一幅 但在升到之外 其餘都是要向下的 聶Sir怎麼看呢 究竟是不是偶然某間大廠的產能減少 或者它的產品質量問題 大家可以純粹因為這些消息 炒這些半導體股 究竟今天A股的半導體股炒法 是否可以暫停下去呢 我想近日無論是香港或者是內地 傾向上缺乏了一個方向 所以相對上稍微有一些理好消息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資金來流入 但是都會去留意一下 如果你說撇除今天A股的半導體股的表現的時候 之前那三個交易日 普遍來說都是一個偏遠的狀況 所以在海力士的消息出現的時候 的確市場稍微有些衝勁 對於內地的半導體產業可能會在出口方面 會稍微有些幫助在那裏 但是也要去考慮海力士的質量問題 有機會可能在短期內都可以處理得到 所以對於內地的半導體出口時未必會造成一個 長遠的利好的因素 所以在現階段去看的時候 如果只得到這樣的消息 而沒有其他的利好消息之次 可能在炒一兩天之後的時候 那一步的股價又會逐步維持之前的一個低走的格局 好 仍然都是一個短炒的情況 究竟長遠怎麼看呢 大摩最新將半導體行業的前景 由吸引下調至符合預期 為什麼會有這個下調的前景看法的動作呢 包括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們說中國智能手機需求 在經濟服償口依然都很弱 雲業務設備的資本投資減少 和9年第四季的半導體產品 那個庫存日數升到上132天 遠高過歷史平均值85天 現在大摩最新預測說 今年第三季的智能代工訂單復甦動力 都是疲弱的 不排除業界龍頭台積電 有機會調低全年收入指引 甚至按年會錄得負增長 拖累到整個行業第三季的收入 只有一個溫和反彈 但是問題是什麼呢 其實同一時間看到智能廠房的設備使用率 與其其實都會持續復甦 業界盈利有機會在第三季 會反過來向好 其實半導體需求龐大的產業 比如個人電腦、PC、智能手機 暫時來說 那個復甦都未見到很大的起色 大摩都估計近期炒一些ChatGPT概念 對刺激這些AI數據中心需求的效果 也有限的 預計最快到下半年才看到那個需求復甦 聶Sir你同不同意 是否還要捱多半年呢 其實都是同意那個觀點的 明顯地其實就由上年近年尾開始的時候 市場都預計環球那一個手機的出幅量 都是在今年的起碼第一季來說 都是有一個下跌的趨勢在那裡 你也都看到近期聯想公佈了業績的時候 也都出現一個的益利倒退 這一個都是近五年以來 第一次出現一個季度的倒退在那裡 聯想就是這個個人電腦的一個代表 所以現階段看到的時候 這些硬體的需求 都是有一個下降的趨勢在那裡的時候 變成它的原材料半導體 可能就作為那一個的供應來的 可能現在都是在需求上 有一個平約的狀況在那裡 所以現階段去看的時候 整體那個半導體市場 連一些研究公司卡特康也看到 上半年那個的半導體的需求 都是會比較上是弱一點 所以變成整體方面來 投資者可能就需要對於這個辦法 就要去審慎一些來看 有機會來講 可能要逐步去到五月、六月這些時間 訂單才會增加的時候 對於它的業務前景 才會有一個改善在那裡 是來自我 說不定的 成績